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12日 星期四 吃光晚飯過後 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這個JPAS案 招呼一下陳怡 據報有JPAS的虎主出來挺身而出 指證陳怡 說慘況如何 據報這位虎主說 信陳怡是人生最錯的決定 他怎樣講的呢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因為是KOL陳怡的中粉 所以才買超過20萬元的JPAS產品 他直言陳怡你欺騙了我 報導的內文提到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AS 牽涉欺詐案的至今仍然在發酵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今天10月12日表示 過去兩三個禮拜 每日仍然收到虎主的求助 已經接獲近100人求助 虎主正在尋找律師的意見 並正考慮向相關場外的找碗店 或者KOL網紅提出民事訴訟 據報 明天會約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有虎主披露 懷疑受騙的過程 他說先支付超過1萬元的學費上這個投資課程 之後就受到那個負責人鼓勵而入金JPAS 出事過後 未有理會事主 更加會移除提出質問 或者只會報警的成員 有虎主甚至說根本不信加密貨幣 只因為他是KOL陳怡的忠實粉絲 才會購入價值20多萬元的JPAS的產品 他說陳怡你是欺騙了我的 話說立法會議員吳傑莊 今天聯同多位的JPAS的虎主召開記者會 他說過去兩三個禮拜 每日仍然收到虎主求助 並已經接見近100人 他說已經安排義務律師協助虎主 並知道虎主們正在考慮 向相關的場外找換店 或者那些網紅提出民事訴訟 現在仍然需要時間了解法律意見 他就說明天會約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討論這件事 也都說政府雖然在推動Web Free 不過未有教育好投資者 新的產品會較易被利用作為行騙工具 虎主A小姐分享懷疑被騙的過程 他說訪問149位虎主 大部分是通過OTC或KOL投資 當中最多的是代鼠、林作、陳怡、冬季等等 還有加密炮 A小姐以其為例子 當時報讀加密炮投資課程 一共分初中高三班 教授虛擬貨幣基礎概念、區塊鏈知識等等 其中高班是由陳小龍親自教授 三班一同報名收錢 約摸12000元 A小姐就說 上課的過程 一開始沒有硬銷JPAS的產品 但之後的工作方都會推薦學員購買 並不斷灌輸信息 他雖然曾經問過職員 就詢問JPAS是否有持牌 有職員就說正在申請當中 又引述職員說 那兩間持牌的沒有人用 我們做虛擬貨幣是不會用這些政府發牌機構的 他就說 見到課堂的同學都有買 一開始就想著小試牛刀 其後見過回報率高 先後投資了幾十萬元 他又說 開始投資過後 不斷有一些JPAS的平台的生產品推出 由KOL或者OTC推薦買入 大部分都是一些鎖倉產品 A小姐就說 投資者和學員會被拉入不同的WhatsApp群組 說有不少 加密砲、林作等等 都會不時在群組發放影片宣傳 他就說 加密砲不時會和名人合作 包括風水師陳定邦 有虎主因為相信風水才投資JPAS 虎主C小姐就是兩個小朋友的母親 他就說 本身是不相信加密貨幣的 純粹是因為他是陳怡的忠實粉絲 先會在他的影片建議之下 購買價值二十多萬的投資產品 形容是做了人生最錯的決定 又說八月買入 九月就已經出事了 時候經常在公園哭泣 而不敢告訴家人 他情緒激動地哭訴 就說陳怡你欺騙了我 為什麼沒有做錯事要收收埋賣 做錯事就逍遙法外 另外另一位苦主B小姐 就透過林作入手投資 他展示了一段 林作眼部受傷的時間 所拍的片段 林作指當時入手是非常之化算 又說可以透過他的優惠碼 來買入JPAS的產品 亦都可以入到VIP的WhatsApp群組 好他引述 曾經有導師拍片聲稱 收到消息 這個JPAS一定會獲得發牌 更加有人拍片 即場加倉 買入二十萬相關平台的幣 B小姐哭訴 投資一百萬元的資產 血本無歸 就說 有家人照顧 但現在一元都拿不到 很痛心地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今天的新鮮滾熱辣的一個消息 有議員陪同虎主見記者 當中矛頭直指陳怡 說天網恢恢 終於有虎主 願意挺身而出 陳怡有什麼好說呢 現在 這個虎主說 現在她壓力很大 每天都在公園哭 為何不敢告訴家人 原來她不知道什麼是加密貨幣 令B商就相信陳怡的推介 結果就分身買了下去 當然她自己有不對 但作為KOL 作為陳怡的角色 陳怡有自己的場外交易所 現在這個是冰山一角 估計越來越多有 便願意挺身而出 事件起初陳怡的支持者 還罵人 就說你們在這裡誣衊陳怡 不過現在事態發展 一路下去 說JPEX的雞排 都塌到七七八八 不過仍然是有忠粉 但今天這個記招 有一位陳怡的忠粉 忠實粉絲 挺身而出 指證這個情況 未知陳怡會不會回應 其實陳怡現在都不知道 是否在香港 因為據報告之前 她就說自己 去了日本旅行 但這一刻 去了哪裡 沒有人知道 不過她繼續拍片 究竟 會不會如虎主所說 她可以逍遙發外 令B商 究竟有多少人 在過去的一至兩年 跟陳怡的推薦 買了這些加密貨幣 看來都很多 很誇張一下 另外除了陳怡之外 其他都挺多的 一些推薦 有臨座 有加密貨幣 這些事態 在不斷發酵當中 繼今天的記者會過後 估計相關的事態 又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另外也轉向一下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九龍城兩位女徒人 艾絲加車撞 頭傷宋遠 報導的內文提到 九龍城太子道西 與聯合道交界 在今天 10月12日 下午5時多 發生交通意外 一位60多歲姓羅的男司機 駕駛私家車 駛至上指的時間 意外撞到兩名 分別45 和60歲的女徒人 兩位徒人的頭部 受傷 但是清醒 救護車到場過後 將他們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救治 意外原因 仍在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希望雙者盡快好 據報今天下午 在九龍城發生的車禍 另外也講講治安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天水為男子公廁裡 遭到地拖 花盆是肩膀 不見了52萬元的地通那名標 警察抓了4名匪徒 報到多久的問題 上星期六 10月7號 晚上任何十點 一名32歲的本地男子 在天水為平下路 近露天停車場的一個公廁裡 遭到兩名非華裔的男子 以地拖和花盆肩頭 手上一隻價值52萬元的 勞力士地通那名標 也都被搶走 劫匪得手過後 逃之夭夭 事主的朋友發現過後 大驚報警 警方調查過後 在日前 10月11號 以涉嫌搶劫 抓了4名男子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最新情況 這個人在廁所被人拿 那些地拖、花盆襲擊 再搶走了手上價值50多萬元的名標 抓了人 暫時未知背後有沒有集團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